日本外务省称中国200多艘的渔船 驶进了钓鱼岛24海里水域附近 那么相关的最新消息 我们现在也马上来连线本台驻日本记者李淼 来了解一下 李淼你好 安东你好 李淼日本方面非常的关注中国渔船的动向 那能不能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虚脉呢 好的安东 首先呢刚刚根据我们电话采访 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 他对我们透露说呢 是海上保安厅方面在周六 也就是今天上午从八点钟过后 发现中国有海警船在钓鱼岛24海里内航行 那这个海警船呢是达到了六艘 因为之前呢按照日本方面掌握的消息 通常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24海里内航行 都是在三艘左右 那么今天呢是有六艘 其中包括海警35104和海警35115 上面呢都貌似搭载着舰菜炮的装备 日方说呢这可能是搭载着武器的海警船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是在钓鱼岛24海里海域内 还有一些中国的渔船 不过数次呢目前我们并不了解 但外务省有关人士对我们透露说 中国目前一共有230艘中国的渔船 在钓鱼岛24海里附近航行 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 并且呢因为目前在钓鱼岛周边 应该正好是捕捞鱼的渔期 所以呢有这么多渔船出现呢 日方也是比较惊讶 他们说呢因为在昨天晚上 中国是有6座渔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 日方称所谓日本领海内 同时呢这也是第一次有中国的渔船和中国海警船 同时出现在12海里内 所以日本方面马上紧急召见了 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 当然程大使对日方表示了出方民观立场 但是作为日本方面来说呢 他们觉得目前的局势是有升级的迹象 但是日本外务省有关人士也对我们透露说 因为通日之间呢是有中日渔业协定 1997年签署 那么只要中国的渔船不进入 日本所谓的钓鱼岛12海里内的话 其实从日方来看也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现在就要求中国的渔船 不要进入钓鱼岛12海里 要求中国海警船 不要进入12海里 所以日方目前也在观察事件的进展 但是已经通过外交途 已经向中方表示了抗议 我们中方已经向日方表现了 中方民观立场 感谢您的观察事件